男子行為詭異 徘徊在電梯旁 尤其看到正面 眼睛 口鼻 各戴 一個口罩 模樣超驚人 一對以為拍恐怖片 被指控還有更離譜的行為 我朋友去上廁所 然後他在廁所裡面 然後聽到有人敲門 敲敲敲敲敲敲 然後他上了廁所之後 他打開門 那門之後 發現沒有人 之後出來 就發現那個男生 7號凌晨1點多 當事人和朋友 兩人準備要從 台北轉轉離開 遭男子尾隨 騷擾 當下感受很不舒服 幸好最後住警 及時發現 不上女生的反應 確實在北車的大廳 附近有遇到 這名怪異的男子 尤其半夜時遇到 難免會受到驚嚇 快速離開 然後他如果 還是一直跟著我 可能會尋求 車站人員的幫助 如果是女生的話 多少會擔心啊 就可能會跟他們 保持聯絡這樣子 北車大廳每天24小時 都會有鐵路警察 駐點巡邏 再轉一轉 也是整天都保存警力 隨時留意現場狀況 如遇騷擾情勢 請先保持冷靜 並向鐵路警察或 站區人員反映 另外北車大廳 轉一轉內廁所 都是24小時開放 有心人士可以挑在半夜 時間出沒 最後作亂不成 仍被駐警 逮個陣 只要被請離開 鐵北線 紅鳳王室傳台北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